这是我的离职申请书 夏组长 我这是 这是好心犯了坏事啊 夏组长 有个事想麻烦你一下 等会儿有个会 你去帮我开一下 本来不应该麻烦你的 这 我这头啊 今天实在是疼得不行了 我还想等会儿 请个假去趟医院呢 你没事吧 偏头痛 老毛病了 那我想问一下 会议的主要内容是什么 就是普通的部门例会 主要说一下 你那个团购案的实施情况 行 那您好好休息 我听您去 好 在八号会议室啊 对了 夏组长 记得早点过去 明白 好 谢谢啊 真宁 正宁 你怎么在这儿啊 今天不是部门例会吗 王经理呢 他 王经理他头不舒服 让我来替他开会 我不知道你也在 对 喂 延安 请房经理来我办公室一趟 好的 盛总 什么事啊 突然叫我过来 你瞎搞什么呀 我 我怎么了 你真生病了吗 为什么让夏小姐替你去开会啊 这事啊 我这不是看她和盛总最近都挺忙的 给他们制造独处的机会吗 俩人都分手了 别没事找事 分手了 什么时候的事我怎么不知道啊 我这本来是好心的 这可怎么办呢 能怎么办呀 以为盛总说什么你就听什么吧 低头认错 这会儿头疼的 真疼还是假疼啊 本来是假的 这会儿是真疼了 赶紧进去吧 盛总怎么还没 就是啊 盛总以前开会从来不迟到的 陈经理好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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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抱歉啊各位 来晚了 今天盛总临时让我代替他来开这个会 好 咱们现在准备开会 王经理 这是我的离职申请书 夏董事长 我这是 这是好心断了坏事啊 没有没有 没有没有 这是我的离职申请书 夏董事长 我辞职跟丁完全没有关系 我来长盛工作 我来也是帮忙的 现在APP正是成功上线了 我的工作也结束了 这 我已经想好了 说句实话 就算抛开你和盛总的关系 你也是我遇到的最优秀的员工之一 对了 F能成功上线 少不了夏组长的工忙 这段时间真是辛苦你了 没有 这是我应该做的 这段时间也谢谢王经理对我的照顾 好啊 既然你已经下定决心了 那我就告诉人事部 尽快把你的手续走完 好 那辛苦您了 谢谢大家 嗯 嗯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